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2024年8月8日晚 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59公斤级比赛 在全世界的瞩目中展开 中国选手罗诗芳在这场比赛中 凭借过硬的实力和坚定的意志力斩获金牌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 更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的 第28枚金牌 在抓举和停举的双向比拼中 罗诗芳都以优异的表现位列第一 最终以241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了奥运记录 稳稳地将金牌收入囊中 据知情人士透露 罗诗芳的职业生涯开始于2021年 那一年 他在全运会的女子举重59公斤级比赛中 获得冠军 正式踏入了国家级的舞台 这一胜利为他打开了 进入中国举重队的大门 并为他赢得了备战巴黎奥运会的宝贵机会 然而 正如所有的成功之路一样 罗诗芳的前进也并非一帆风顺 2022年的举重世锦赛 是罗诗芳面临的第一场大考 但这场比赛却未能如他所愿 由于生病的原因 他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最终未能登上领奖台 这次的失利对罗诗芳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选择了继续前行 半年之后 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 罗诗芳以抓举和总成绩金牌 停举银牌的优异表现 宣告了他的强势回归 中国女子举重队的主教练 王国新 对罗诗芳的表现赞赏有加 他说道 我非常看好罗诗芳 一个年轻 第二个 他的比赛能力和比赛风格 都非常出色 他对技术的理解非常深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提高的 就是更稳定一些 罗诗芳的成长道路 虽然充满挑战 但正是这些挑战 锤炼了他不屈不挠的意志 和敢打敢拼的精神 此外 2023年 罗诗芳在举重市井赛上 迎来了真正的巅峰时刻 他以六次试举 全部成功的表现 最终以243公斤的总成绩 夺得冠军 这个成绩不仅为他自己带来了荣誉 也让全世界真正认识到了 这位年轻的中国举重选手 他的总成绩超过了东京奥运冠军郭姓纯 整整7公斤 创造了中国女举 在这个级别上的历史性突破 一些媒体评论称 湖南 作为中国的举重大省 曾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举重运动员 如龙青泉 向燕梅 和侯志慧 罗诗芳 作为湖南的又一位杰出选手 正在为这一传统增添新的光彩 在湖南的举重环境中 竞争异常激烈 能够脱颖而出 绝非一事 而罗诗芳 显然具备了面对这种竞争的能力和勇气 从夺得第一个亚洲青年赛冠军 到打破全国青年纪录 再到全运会夺冠 正式入选国家队 罗诗芳一路走来 成绩斐然 步入国家队后 罗诗芳的大场面属性 得到了进一步展现 无论是在市井赛上 还是在卡塔尔大奖赛上 他都展现出了 与生俱来的竞技天赋 和出色的心理素质 2023年年底的卡塔尔大奖赛上 罗诗芳不仅战胜了一众好手 还在成绩上 实现了巨大的突破 他面对的是 东京奥运会55公斤级冠军 菲律宾选手迪亚兹 和64公斤级冠军 加拿大选手 沙伦莫德等强劲对手 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压力 相反 他更加兴奋和期待 赛前教练跟我说 这场比赛 除了朝鲜选手 还有两个奥运冠军 罗诗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 显得格外兴奋 这么多名将在 可能别人听了会紧张 但我第一反应 就是 好玩 有味 最终 罗诗芳以凭世界纪录的 247公斤成绩夺冠 结束了这场有味的巅峰对决 这场比赛 不仅为罗诗芳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也让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 充满信心 他的出色表现 也使得教练王国新 感到欣慰和自豪 以前这个级别 是郭信纯的天下 世界纪录也是他的 这么多年了 我们很难碰得到 那个成绩 而现在我们有决心和信心 要去破这个记录 罗诗芳的崛起 标志着中国女子举重 在59公斤级项目上 迎来了新的光辉时刻 未来 他将继续以不懈的努力 和坚定得信念 为中国女子举重对争光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增添新的篇章 在这条道路上 他无疑将成为 中国女子举重的中间力量 也将为世界举重史书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在北京时间8月8日 进行的巴黎奥运会 乒乓球男子团体半决赛中 中国国家男子乒乓球队 再度展现了 其无可争议的统治力 以总比分3比0 击败东道主法国队 成功挺进决赛 此次胜利 不仅是中国男拼的 一次常规表现 更彰显了中国乒乓球 在全球拼弹的强大实力 接下来 中国队将在决赛中 对阵瑞典队 后者在半决赛中 以3比2逆转战胜了日本队 法国曾经是世界拼弹的强国 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法国男拼 曾多次在世界大赛中 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然而 进入新世纪后 法国乒乓球 开始逐渐陷入低谷 即便如此 法国乒乓球 并未就此沉沦 而是在近几年 逐渐复苏 勒布伦兄弟的崛起是 法国乒乓球复兴的重要标志 他们的出色表现为 法国队重新站在世界舞台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这场半决赛中 中国南拼的三名主力 马龙 樊振东和王楚清 充分发挥了个人和团队的优势 凭借默契的配合 和稳定的发挥 联赢三场 最终以3比0的大比分 淘汰了法国队 第一场 马龙 王楚清 3比0西蒙 大乐布伦 双打比赛中 中国队的马龙和王楚清 组合迎战法国的西蒙 和大乐布伦 虽然法国队的选手 在开局阶段 打得非常积极 并且一度在比分上领先 但中国组合 凭借丰富的比赛经验 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逐渐扭转了局势 在首局比赛中 马龙和王楚清 在落后的情况下追平 并最终以13比11 艰难拿下首局 随后 凭借更加主动的进攻 和更稳健的防守 马龙和王楚清 以11比5和11比2 再下两成 成功为中国队 拿下了第一分 第二场 凡震东3比1 小乐布伦 在单打比赛中 凡震东对阵小乐布伦 这两位运动员 此前在本届奥运会的男子单打比赛中 已经交手过 当时凡震东 以4比0完胜对手 显示出其超强的个人实力 此次再度交锋 凡震东在首局比赛中 迅速进入状态 以11比3轻松拿下 然而 小乐布伦并未轻易放弃 他在第二局比赛中加大了进攻力度 虽然凡震东最终以13比11显胜 但比赛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第三局 小乐布伦抓住机会 以11比8斑回一城 然而 凡震东在第四局比赛中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在经过多次交替领先之后 最终以16比14艰难获胜 为中国队赢得了第二分 第三场 王楚清3比1大乐布伦 最后一场单打比赛 由王楚清对阵大乐布伦 相比起弟弟小乐布伦 大乐布伦在对阵中国选手时 有着更好的战绩 尤其是在今年的世拼赛男团决赛中 他几乎先翻了凡震东 因此 这场比赛对于王楚清来说 压力巨大 果然 比赛一开始 王楚清出现了一些失误 以7比11输掉首局 第二局比赛 王楚清逐渐找回状态 虽然比赛过程依然艰难 但他还是以11比8斑平比分 第三局比赛中 两位选手的比分一度胶着 但王楚清最终以11比9再胜一局 第四局比赛 王楚清彻底释放了压力 以11比1的悬殊比分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至此 中国队以3比0的总比分 零封法国队 成功晋级决赛 一些体育媒体评论称 此次中国男拼以3比0战胜法国队 再次彰显了中国乒乓球队 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实力 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心理素质方面 中国队都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随着决赛的临近 中国队将面临瑞典队的挑战 这场比赛不仅是技术与实力的较量 更是对中国乒乓球长久以来霸主地位的一次严峻考验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中国乒乓球队已经用他们的表现 向世界传递了一种精神 那就是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 以及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这种精神 不仅仅属于乒乓球场 更属于每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人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